小孩子上网课时 他捧着平板给我介绍他家 程老师你看 这里是客厅 这里是厨房 这里是卫生间 这是我妈 他在洗澡 我是个在校研究生 为了给自己赚点零用钱 毕业前去了家教育机构兼职 给小孩子们上网课 小桃桃是我教的第一个学生 只有四岁 很开朗 特别能聊 有次上完课我随口问了句 小桃桃 你是在书房里上课吗 他就抱着平板开始给我介绍他家 这是我妈的书房 有好多书 然后屏幕开始抖动 我连忙阻止 可以了可以了 你家里好大 不用得老实看了 这个时候 他已经走到了一间关着的门前 根本没理会我说了啥 小胖手握住门把手一按 就推开门走了进去 我看到屏幕那边雾气缭绕 隐隐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他声音已经传了过来 这里是卫生间 这是我妈 他在洗澡 身形窈窕的女人听到声音 擦掉脸上的水 转头看过来 就这么和屏幕上我极度震惊的脸 打了个照面 死记 然后是一声剧烈的惊叫 屏幕黑屏了 我坐在电脑前 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是什么高端操作 这辈子没见过呀 而且刚才那个女人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我高中时暗恋的白月光女神柳如烟呢 当然我知道不可能是她 她毕业后就去了国外留学 后来同学聚会时听人提起过她 说她生活美满 已经定居国外了 她高我两届 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全校男生的女神 时常被人提起 也是我无疾而终的初恋 当然 只是我单方面的 因为她甚至都不知道我是哪根葱 哎 第二天早上我刚到教育机构 就被同事拉到一旁 小生告诉我 一早就有个女人来的学校 点名要见你 那女人长得好漂亮 好有气质 白富美爱 她来找你干什么 我心里有点慌 连忙问 是谁的家长 好像说是小陶陶 完了 怕啥来啥 人家上门来找麻烦了 这时主管从会议室里出来 对着我招手 沉静 过来 我垮了脸 艰难的摸过去 被主管一把扯了进去 默默唧唧干啥玩意儿 娘们似的 女人安静坐在桌子后面 抬头看向我 只一眼 我就猛的愣住了 柳如烟 真的是她 经过这么多年 她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漂亮 不对 是更漂亮了 此时我大脑里一片降虎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是她先开口问 你就是昨晚给淘淘上网课的老师 声音没有波澜 听不出情绪 我刚想道歉 主管突然笑着拍我肩膀 柳如烟女士说 你教得不错 孩子很喜欢你 想请你去她家做家教 我一下子呆住了 请我去她家做家教 我以为她是来投诉 要求公司开除我的 没想到 她竟要我去她家 这时她已经起身往外走 主管用手捅我 跟上去啊 啊 现在 现在 我真的一头雾水 她是啥打算啊 该不会 是要拉我去打妖子吧 不过 我只待了两秒 就心甘情愿跟了上去 特么的 就是打妖子我也要去 她开了一辆阿斯顿马丁 这妖巧 也是我的梦中情车 我坐在副驾 环顾一圈 然后看着开车的柳如烟 小心开口 请问 我们去哪呀 我家 我尴尬解释 那个 对不起 昨天我真不是故意的 其实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对你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 突然她一脚刹车 我差点撞上挡风波 她停在红灯前 手松开方向盘 侧头看着我 是吗 怎么感觉 她好像不太高兴似的 不过也能理解 被一陌生男人这么偷窥了 哪个女人能高兴 我连忙回 你放心 我这个人近视 眼神不好 三米之外就人畜不分 而且嘴特严 对谁都不会说 她听完脸更黑 竟被我气笑了 人畜不分 那我是人 还是畜 好家伙越描越黑 我恨不得给自己一嘴巴子 正懊恼时 忽然听见她几小声嘟闹 身材有那么差吗 我一愣 再看向她时 她已经面无表情了 我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因为精神太亢奋 导致幻听了 没看见最好 有些话该说 有些话不能说 她转过头不再看我 从扶手箱里 拿出一打钱扔我座位上 这是预付的家教费 拿着吧 我还没琢磨明白 哪些话该说 就被这钱给惊住了 这么多 这一打得有一万吧 我看着钱 突然有点明白了 估计这是想用钱 堵我嘴的意思 我想了两秒后到了险 乖乖把钱揣包里 只有我拿了钱 我们两人才能都心安 汽车很快停在 一栋别墅的地下车库 刚进她家 小陶陶就跑来迎接 程老师 柳如烟吩咐她 带我去书房 她家是真大 书房比我家客厅都要大 整个别墅上下五层 每层都很宽阔 在市中心的位置 这么大一房子 价值不菲 我以前只知道 她家的条件好 家里生意做得很大 妈妈还是教授 但没想到这么好 我不惊起了些好奇 不知道她这些年在做啥 不过我也不敢瞎打听 毕竟我刚犯了错 现在最好安分一些 我认认真真给小陶 逃上了几天课 感觉到柳如烟 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在缓和 她在家的时间并不多 大多是家里的保姆 给我开门 给我倒茶准备水果 这天正上着课 听到外面走廊传来脚步声 柳如烟敲敲门走了进来 她今天打扮得很漂亮 衣服把身材裹得曲线完美 高挑修长 整个人在阳光下白的发光 相当亮眼 我一下有点看黄神 小陶陶忽然碰了碰我 陈老师 我妈在问你呢 我回过神来 什么 柳如烟被我的傻样 逗得嘴角弯了一下 我问 陶陶学得怎么样 很好 小陶陶非常聪明 很多字一教就会认了 就是口语有事还会说错 他点点头 陶陶从小在国外长大 中文说的少 发音也不是太好 这时他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 那就麻烦你了 公司还有事 我需要马上出去一趟 说话间 他目光扫过桌子 顿了一下 皱皱眉 蓝姐没有给你们拿水果进来吗 谁也没有 听他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蓝姐是他家的保姆 以前每次都很客气 给我弄吃的喝的 怎么今天开了门后就没影了 而且刚才开门室 好像也是没精神的样子 柳如烟走出去找他 突然声音变急促 蓝姐 你怎么了 我一听不对劲 连忙跟出去 就看见蓝姐躺在沙发上 脸红的像烧着了 病奄奄的模样 柳如烟摸了摸他的额头 发高烧了 这段时间病毒特别多 我很多同学都病倒了 蓝姐是不是也被传染了 我说 他马上给司机打了个电话 让司机带蓝姐去医院 他俩走后 家里安静下来 柳如烟的电话又响了 他看了一眼 面色为难 他刚才说过有事要去公司的 应该是又被催了 可是现在保姆和司机都不在 家里没人照顾小桃桃怎么行 我自告奋勇 柳如烟姐 我在这陪着小桃桃 你放心去公司吧 他狐一看着我 我猜他是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一个外人 于是掏出身份证给他 你要是不放心 这个给你 我就陪他待在有摄像头的地方 不会有事的 他家书房和桃桃房间都装了摄像头 手机可以实时查看 他看着我的身份证 突然笑了起来 点点头说 那谢谢你 我尽快回来 我还以为他去不久就会回来 没想到等到夜深桃桃都睡着了 他还杳无音讯 我安顿好孩子 坐在沙发上等他 结果太困 也睡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 我发现身上盖着被子 轻柔的气息有点熟悉 是柳如烟身上的味道 我愣了愣神 突然脸红心跳 抱着被子忍不住一阵痴笑 你醒了 柳如烟端着早餐从厨房里出来 对我歉意笑了笑 真是抱歉 昨天实在是要处理事情太多 回来的晚 你们都睡着了 没关系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不过 我忍不住试探着问 桃桃弟爸爸 怎么也没回来 他闻言愣了一下 抬头看过来 我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 他刚要说话 小桃桃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妈 程老师 柳如烟无奈 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 小桃桃蹦蹦跳跳 我知道 可是我已经习惯了 他跳上桌子 吃了口肩蛋 又全吐了出来 好苦啊 昨天蓝姐去医院确诊是流感 回来就把自己隔离在保姆房里 怕传染给桃桃 家里没有保姆打理 今天的早饭都是柳如烟煮的 他一听 赶紧尝了尝 顿时一脸尴尬 原来完美女神也有搞不定的东西 我忍不住笑了 要不 我来煮饭吧 我手艺还可以的 他看向我 小桃桃已经举手赞同了 程老师煮饭可好吃了 柳如烟无奈笑了笑 只好同意 煮饭给女神吃 我肯定得大显身手 只差把他家厨房烧了 结果自然是非常好 柳如烟相当震惊于我的厨艺 甚至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惊艳 看得我骨头都轻飘飘 快要上天了 吃早饭时他还在一边处理事情 我心想工作日 他估计也没法一直待在家里 于是对他说 你要是有工作要做 我可以留下来照顾陶陶 没关系 柳如烟有些惊讶 你愿意留下来 我不是愿意 我是巴布的 你给我那么多家教肺 我也应该多做点事吧 我开玩笑 他眨巴眨巴眼 也笑了 好 他拎着包走到门口时 忽然又回过头来 沉静 第一次听到他叫我的名字 理调很好听 纯正欲解音 撩得我心里忽然酥酥麻麻 他说 过来 把你的指纹输入进来 我一震 有点没反应过来 过来啊 他催促 我有点懵 站到他身边 看他抓住我的手 一步一步 把我的指纹 夹进他家的密码所有 心跳有点快 这种渗透入他生活的感觉 让我的手稍微有点抖 我偷偷侧头看他精致的脸 他正专心操作密码锁 鼻尖嗅到他身上的女人香 我的心跳越来越快 忽然有种难以言喻 神魂颠倒的感觉 就好像 我不是我了 我的魂魄已经脱离我的身体 完全被他勾走了 好了 他松开我的手 站直身体看向我 我也看着他 忽然想到从前 他身边总是有很多的追求者 我只能在远处看着 从来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 这么靠近过 忽然他的脸一下贴近过来 我心跳都快停了 不知他要做什么 我差点就要闭眼时 他又退回去 看着我笑了起来 沉静 你的耳朵怎么那么红 屋里很热吗 我脑袋嗡嗡响 耳朵更是烧了起来 妈的 我在想什么锤子 差点丢大脸 以至于在他出门之后 我很久都没有缓过神来 还在回味刚才那刻 然而 我的飘飘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 他有老公啊 这个念头顿时像盆冰水都投浇下来 我心凉了半截 看见旁边的小陶陶 想了想 过去问他 陶陶 怎么来你家这么多天 还没见过你爸爸呢 他头也没抬 我爸爸在美国 国外 我一下来的精神 你爸爸不和你们住在一起 他摇了摇头 我心中敲起了小骨 难道 柳如烟和陶陶的爸爸 离婚了 所以他才自己带着陶陶回了国 怪不得我在他家 从来没有见到过男人的任何东西 也没有他们结婚照 甚至连合影也没有 因为孩子小 所以离婚的事也没有和孩子说过 我越想越觉得 非常有可能 正想的入神 小陶陶突然凑到我面前 程老师 你在笑什么 我一论 我在笑吗 他点了点头 我揉了揉脸 想克制一下 奈何着嘴角怎么都压不下去 没办法 实在是 太开心了 晚上孩子睡了之后 我打开电脑 想看看我的创业项目 申请投资的结果如何 那是我想要创立的品牌 低碳时代 这个碳并不是指二氧化碳 而是碳水 在如今全民注重健康 注意饮食 控制碳水摄入的时代 我想要推出健康饮食 包括碳水含量 只有正常米面一半的特殊米面 无需节食 即便主食吃饱 碳水量也几乎减半 对于健身和高血糖的人都非常好 但是做饮食 除了概念和卖点 最重要的就是味道 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研究 把自己的厨艺都练成了专业的 但目前我最缺的 就是投资 此前我试着联系了几家投资公司 如今也回复晚句 我反复看了几遍他们的邮件 不禁傲丧叹息 这几年经济不景气 投资公司也很谨慎 可以理解 可是我的项目 该怎么办 我靠着一背 心中思绪万千 不知不觉 静就这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到深夜忽然惊醒 感觉半边身子都压妈了 家里很安静 我身上披着毯子 应该是柳如烟回来了 我的目光落在电脑屏幕上 我创业项目的文档怎么打开了 而且还翻到了最后一页 奇怪 我记得我睡着前 明明是在看邮件 我摇摇头 感觉自己已经睡糊涂 干脆关掉电脑 回房间去休息 在他家一连住了好几天 蓝姐渐渐好转 出神的望着远处 沉默的就快要黑暗融为一体了 他今晚好像喝了很多酒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去煮了一碗醒酒汤给他 然后给自己拿了罐啤酒 坐在他身边 累了就早点休息吧 我说他一向要强 学生时代就是年级第一 工作后也像打仗一样冲锋陷阵 没有停下过 看他这个样子 说真的我有些心疼 他靠着一背 看了眼我没有说话 我就坐在另一边 陪他看着夜景 也不说话 许久后 他忽然轻声问 陈静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有啊 我喝了口啤酒 很多 他撑着脑袋 那努力了却也做不成的事呢 有啊 我笑了 也很多 毕竟遗憾才是人生常试嘛 他转过头看着我 看了好一会儿 才轻轻嗡了声 也不知是认同 还是敷衍 我转头看着他侧脸 不知道哪里来的念头 突然把酒一口气喝完 借着冲上来的镜头说 我高中时候喜欢一个女生 他转头朝我看过来 我自嘲笑了笑 他很优秀 优秀到我觉得自己不配 所以我拼命努力 想要考上和他同所大学 那是我第一次特别想做成一件事 拿到通知书的那天 我说不出来有多开心 我竟然真的做到了 我以为上天都在帮我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他已经在准备出国了 他听得入神 问道 那他知道吗 我点头 我向他表白了 我把想对他说的话 录在一只多拉恩梦的玩偶里 然后拜托我的同桌 他的好朋友转交给他 他等了一会儿 见我没有继续说 便追问 然后呢 然后石沉大海 毫无音讯 我苦笑摇头 把空罐扔进垃圾桶 有些事 即使努力迈出了那一步 也还是遗憾 可是遗憾又怎么样 难道不活了 喝完酒 昏天暗地睡一觉 明天再开始吧 他听完又沉默了许久 久到我以为 他是不是睡过去了 他却忽然滴滴叹了一声 收到你的心意 却没有恢复 你没有想想原因吗 我有些震乱 抬起眼睛望向他 他接住我的目光 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突然一下子凑近过来 我心跳猛地停住 看着他静在咫尺的脸 目光忍不住 从眼睛滑落到嘴唇上 脑袋里已经开始 控制不住疯狂乱想 夜深人静 孤男寡女 他想做什么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打转 迷惑得眸色更散 沉静 我是不是 见过你 我还来不及想怎样回答 他已经突然脑袋意外 砸倒在了我颈窝里 我愣了一下 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么聪明的人 也有傻乎乎的一面 后知后觉 第二天一大早 我被门铃吵醒 泥泥瞪瞪起来去开门 却看到门外站着一个男人 推着行李箱 手中还拎着几件礼物 他见到我 原本堆满笑的脸 一下子卡住 疑惑打量我 你是 我也蒙了两秒 反问道 你是谁 空气有些凝固 他甚至还抬头 看了一下门牌号来 确定自己没走错 这时突然一阵风 从我身旁刮过 扑进他的怀中 爸爸 桃桃开心的大喊 桃桃 想没想爸爸 男人一把抱起桃桃 看也没看我 自然地往屋里走去 只留我在原地发呆 他竟然 就是桃桃的爸爸 柳如烟的老公 他回来了 我正慌乱无措施 抬头看见柳如烟 站在楼梯上 他看见正说笑父女俩 也有些诧异 Kelman 你不是 男人接过他的话 我实在太想桃桃 就把回国日程提前了 抱歉那临时定的 忘了和你说 他点点头没说什么 他看向我 这位时 我盯着柳如烟 心跳得厉害 不知道自己在期盼 从他口中听到什么 他也看着我 沉沉开口 沉静 我给桃桃请的家教 我像是默然中了一箭 缓缓他下了间 是啊 只是个家教 不然 我还能是什么 其实想想 他对我从来没有 任何语举的行为 对他来说 我和其他男人 也没什么不同 只不过是我一厢情愿吧 从前是 现在也是 我不知道自己 是怎么对着假笑告辞 柳如烟说他也要去公司 顺路送我回去 我拒绝了 像个逃兵一样 慌不择路逃出了他家 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往前走 不知身在何处 抬头是一片望不到头的阴霾 原来睡醒 也不会有新的太阳 我与他从来没有任何可能 我知道 很清醒的知道 可却还是抱着一丝丝可笑的侥幸 沉沦了 心里空落落的难受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明明 好像抓住了什么 但摊开手掌一看 什么都没有 有企图就会有期望 就会不满 就会想要更多 不甘心手中空空 可贪心的人会被夺走更多 一切都结束了 尽管从未开始过 失魂落魄回到家 我给教育机构打了个电话 辞掉了工作 以后也不再给淘淘上网课 做完这些后 我蒙头大睡 浑浑噩噩噩过了几天 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告诉我 红云资本通过了我的低碳项目申请 有医院给我注资 让我准备好资料去集团详商 我迟钝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 卧槽 有资本要投资我了 大资本 半死不活的我猛地从床上跳起来 我的事业有救了 老天给我关了一扇门 却开了一扇窗 我一扫颓废 满怀雀跃 这个项目我付出了很多心血 一定要抓住唯一的机会 当初我觉得红云是大资本 肯定看不上我这小项目 所以都没敢递申请过去 没想到他们居然能自己找到我的项目 并联系我投资 我把自己收拾爽利 带上全部资料 奔赴战场 其实资料有没有都不影响我发挥 毕竟整个项目我都已经烂熟于心 时刻准备好了 对方听完我的阐述 详细追问了几个问题后 也表示满意 一切都很顺利 我在一个月后 拿到了第一笔投资 我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开始干了 第一件事 组建团队 我隔壁那个金管学院的哥们 对面玩短视频边溜达网红同学 楼上法律系的游戏搭子 还有同宿舍心理学家互联网双修的好机友 都是我早就盯上的人才 敲定他们后 搞研发搞生产 搞运营搞团队 几个月的时间 我忙到头发冒烟 一睁枕头就睡 睁开眼就是进度 在第一批产品投入市场后 反响还算可以 但是销量非常有限 静哥 像咱们这种小企业 要打出知名度 还得靠短视频直播 网红亮仔跟我说 我点头 我知道 所以我才拉你入伙 你不是网红博主吗 短视频玩的贼溜 他咬爽 我可以搞自媒体 玩梗混点流量 但终究体量太小 我找人联系上直播的头部七七 咱们如果能上他的直播间 那流量 不敢想 行啊你 很有路子吗 我高兴拍着他的肩 七七你都能搭上 不过 我很快就发现 头部的坑位 可不是那么好站的 约好下午两点 可我和亮仔等到四点 连喝了几杯咖啡 还没见到人影 终于在晚饭前 一群人拥着七七 走进了会议室 这个时间段早就定出去了 多大脸啊 一间破公司 敢开口要这个时段 七七一边喝奶茶 一边对助理不耐烦说 你没有一点判断力吗 什么东西就往我面前定 什么都让我来决定 那我付那么多工资 请你们干嘛 说完撇见站起来的我们 上下打量了一番后 问助理 这是谁 是 低碳时代 的创始人 是一家新创立的公司 想和您聊聊上我们直播 什么低碳 环保啊 他轻蔑一笑 周围几个人都跟着陪笑 我忍着不舒服 把产品介绍递上去 七七老师 我们虽然是新产品 但是有大资本背书 目前的口碑也还不错 我相信前景非常好 也是希望借助直播平台 把知名度打出去 如果我们成了 七七直播间 将会一直是我们的第一合作伙伴 他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 满脸嘲讽 随便扫了两眼资料 我还要介绍 却被他打断了 你们这些人 真的都没有脑子是吧 他对助理发火 我的直播间 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上的吗 你们都完全不筛选的吗 什么狗屁东西啊 就敢放到我面前来 他不耐烦把资料甩出来 饭都没吃 来看这种垃圾 真是浪费生命 被他这么一甩 我的脸正好被纸刮过 竟像是猛然挨了一耳光 顿时涨红了 我的火气腾一下升起来 控制不住怒视过去 他也有一瞬正主 但立刻又恢复比喻神态 看什么看 想要赔偿啊 他掏出几张钱 一张张甩过来 够不够 哎呀 什么创始人 董事长的 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 注册个品牌 就当自己是跟聪了 一个啥也不是的小破公司 还跑到我面前来杂杂呼呼 啥让我让第一合作人 几天没刷牙 这么大的口气 我就说你们这些人 最擅长碰瓷儿 创业把底库都赔掉了 能讹几块讹几块是不 还想蹭我流量 脸都不要了 来来来钱给你 捡起这些钱 赶紧滚吧 我咬着牙 忍住想往他那张狂脸上挥拳的冲动 把怒火往肚子里吞 然后弯腰 去捡被他丢在地上的那些 产品介绍 这些资料 我扬了扬宣传单 你不配看 日后就算你哭着求我 我也绝不会和你合作 他狂笑 我求你 您可真敢做梦啊 我不再理会 拉着靓仔大步走出了这家恶心的公司 这小子太狂了 早晚会在 不合作不见得是坏事 没有直播流量的支持 我得另外再想办法 躺在床上正头疼 突然靓仔冲了进来一把抛起我 靳哥 你快看网上 视频 视频爆出来了 七七完了 头部要倒了 我被他没头脑的话给整蒙了 连忙打开手机 发现网上铺天盖地的 竟然全都是他在会议室 嘲讽我的那一段视频 恶毒的话和羞辱的动作 将他在直播间里 为人真诚的伪装彻底撕开 网友都在骂他虚伪刻薄 我在震惊之余却非常疑惑 我望向靓仔 这视频是你发到网上的 靓仔摇头 不是啊 我都没拍过 我更不见了 那是谁发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做 只有两种可能 小华放下手机 不是为了整款七七 就是为了帮你 所以那个人 要么是七七的对头 要么就是你的朋友 但是在现场呢 除了我和靓仔 其他都是七七的人 我琢磨着 所以很有可能是 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自己人出卖了他 靓仔刷着手机 管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反正七七这下是翻车了 两个小时已经掉粉几十万了 我脑中光芒一闪 猛地站起来 靓仔 这破天的富贵轮到咱们了 赶紧去减粉 他不能播 我们播 现在就注册账号开直播 今晚咱们都别睡了 把所有产品连夜上线 今晚上线 他吓一跳 可是很多没有准备 时机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风口上 就是头大象 只要站上去了 都能起飞 我不禁激动 短视频直播是 中小企业起飞最重要的渠道 这头跑我们打响了 一顺摆顺啊兄弟 靓仔听完兴奋起来 拿起手机就开始一顿操作 小华也对着手机 疯狂打字 你在做什么 我问 让你看看一个合格的运营 这个时候该怎么利用大众心理 他抬起头 神秘一笑 你知道网友们最吃什么人设吗 我摇头 美墙惨 你看看你 颜值不用说 说是男模都有人信 再看着学历 名牌大学研究生 为了搞创业 底库都赔进去了 被顶部主播打脸羞辱 却忍辱负重 谁看了不同情 你这时候 再在网友同情的声音下表示 你一人忍气吞声没什么 不能不管公司的员工 这是大家的心血 不能因为你给葬送了 你想想 人都有英雄梦 都想要除强服弱 面对施暴者 你越惨 越可怜 他们就越想要帮助你 想要成为拯救你的就是主 他们的一次转发 一次购买 都会令你强大起来 他们就会自发的团结起来支持你 这就是自来水 你掌握了自来水 你就掌握了流量密码 我被他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不觉竖了个大拇指 不愧是搞互联网和心理学的 他就在给我科普的同时 手上也没停 用官号连着回复了好几个留言 果然很快又引发了一轮热议 接下来的几十个小时 我们几乎都没有休息 轮流盯着网上的动态 看着事件发酵 看着群情激愤 看着网友们冲进我们的直播间 激情消费 拦都拦不住 短短两天 我们就已经全面卖断货了 事件发展三天 七七就道歉了三天 泪流满面看起来痛彻心扉 假的 微表情骗不了人 小华说 差不多就这两天 他会来找你 我问 找我做什么 危机公关呗 你想啊 事件是因你而起 如果想要平息大众怒火 唯一的办法 就是争取与你的合作 网友一看 郑主都和好了 我们还在这卖啥劲 都散了吧 所以啊 七七就算再不愿意 为了这场危机公关 他也一定会来找你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再晚就来不及了 果然 全被小华说中了 第二天 七七拎着满手的礼物来了 程总 上次是我不对 我跟您道歉赔罪 这是一点小心翼 忘您不要嫌弃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和我一般见识 七七在不见往日嚣张 对我点头哈腰 七老师言重了 这不能怪您 毕竟不是什么阿妈阿狗 都能上您直播间的吗 我皮笑肉不笑 他一脸尴尬 是小弟太糊涂 程总的产品口碑这么好 我求之不得 不如就像您说的那样 咱们合作 我把最好时间断留给您 以后 咱们就是第一合作人 我捂了捂鼻子 嘀咕道 谁啊 几天没刷牙 口气这么大 然后对着他变色的脸笑道 我这小破公司 哪敢高拍您直播间 一会儿又被说是去碰瓷儿的多不好 咱们还是别相互牵扯了 慢走不送 他的脸又黑又红 半天才起初一举 所以你是不可能合作了 这么快就不装了吗 我好笑 我记得我说过 您就是哭着来求我 我也不可能再和你合作 是谁还笑我真敢做梦呢 行了 齐老师 你有空还是操心一下你的位置吧 听说诚之意已经快要超过你 成为心头部了 他听到死对头的名字 顿时气解 一摔礼物怒冲冲走了 我才没功夫应付他 我的产品一炮而红 工厂断货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由于之前购买过的网友留言好听 说我们DJI做得非常好 他不仅血糖控制住了 而且还减肥了五斤 好口碑带动了更多的笑容 我们的粉丝一直在持续的快速增长 经过几方多番沟通 团队的努力 我们的产量和发货速度终于跟上来了 不眠不休了好几天 此刻我终于可以踏实睡个好觉 躺在床上意识刚开始游离 手机又响了 我怕是公司有什么事 强撑着睡意拿起手机 却在看到头像的那一瞬 顿时清醒 同时心跳不由自主开始慌乱 是他 是柳如烟发来的微信 一段语音 这段时间虽然忙到起飞 可当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的时候 还是会常想到他 以为自己放下了 以为都过去了 但当看到他头像跳出来的那一刻 我才知道 什么放下 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 我深吸一口气 按下播放 陶陶的声音传出来 陈老师 我下周过生日 你来参加party好不好 我好想你了 软萌可爱的奶音让我忍不住笑了 刚想问他是不是偷拿了妈妈的手机 就又收到一条微信 陶陶生日说很想请你来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参加吗 我心一跳 是柳如烟发来的 我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回 手机又响了一声 希望你可以来 我呼吸都快停了 我甚至忍不住开始琢磨 他最后这句话是指陶陶 还是他自己 其实我不该再出现在他生活中了 我明白 可是就算明白 心底角落里那个微小的念头 却还是渐渐开始不安分 开始鼓噪 怂恿着我 去吧 去见他最后一面 就当做是告别也好 party在他家里举办 当我拿着礼物走到那扇熟悉又陌生的门前 突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奇怪念头 净神识鬼叉的把手指贴上了门锁 这么久了 他肯定早就把我的指纹删除了 我都忍不住嘲笑自己太傻 却默然听到门锁咔哒咔哒的提示音 已开门 我愣住了 我的指纹 竟然还能打开他家的门锁 我狐一推开门 房里的热闹停了下来 陶陶看见我 兴冲冲跑过来 程老师 沙发上坐着的一男一女也好奇望过来 男人我认识 陶陶的爸爸 柳如烟的老公 那个女人 倒是和柳如烟长得有点像 沉静 柳如烟起身 对我玩儿一笑 很高兴你能来 给你介绍一下 他指着那个女人 这是我的姐姐柳梅 然后指着陶陶的爸爸 这是凯文 我的姐夫 你上次见过 我一下蒙住 眼睛都快从眼眶里瞪出来 什么 他被我的傻样逗乐 拧着嘴 陶陶是我姐姐的孩子 暑假回国来我这里度假的 我有些还不过神 不是 那他怎么叫你妈 是我妈妈那边的习俗 孩子会管妈妈的亲姐妹叫小妈 陶陶中文不好 说话来 那小子能省则省 我纠正过好多次 他也没有改 就随他了 我太阳穴秃秃直跳 盯着他半天才反应过来 所以 你没有结婚 你没有孩子 你还是单身 他被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愣了一下 然后忍笑点了点头 我根本没法形容那一刻的感受 就像绝症病人被告知误诊了 像死刑犯被通知无罪释放 我被震惊到差点当场跪下给老天磕头 这什么惊天之喜啊 我快被击婚了 我好像感觉到碎成渣渣的心 竟然在一瞬间 复原了 不仅复原了 还恨不得从胸腔里跳出来狂舞一段 宣誓此刻的激荡 柳梅忍不住打去道 如烟 人家能开你的门锁呢 我可是第一次见你给男人密码哦 凯尔文在一旁补充 可不止 上次我进来见到他 他的表情好像要把我挂了 柳梅狂笑 谁让你不跟我去吃早餐 非要自己先跑来看陶陶 被他们野鱼 我本来应该不好意思的 但是我那天 全程只有一个表情 就是控制不住的 傻笑 聚会结束回去时 柳如烟说他也要去公司 顺路送我一程 坐在车上 我无意识揉着笑将的脸 他忽然问 公司进展很顺利 我看过去 今天你一直在笑 我一烟 连忙点头 对对对 公司挺好 恭喜你 他侧头看了看我 我一直相信 你肯定可以 看到他眼中的认可 我脑子嗡嗡 像打了鸡血一样上头 我感觉 我可以再干五百年 回到公司 靓仔跑出来告诉我 诚之义想要和我们合作 这次七七翻车 受益最大的除了我们 就是诚之义 他想跟我们合作 借着这股风 彻底坐稳直播界的 第一把交易 这是双赢的事 况且他还给出了 最黄金的位置 并许诺他的直播间 永远给我留着坑位 我们相谈甚欢 一拍即合 经过紧锣密鼓的 安排和宣传 这次直播空前成功 诚之义一跃成为新头部 而我和我的公司 则被誉为商界新兴 备受瞩目 我知道 我的低碳时代 来了 庆功宴上 诚之义高兴的多喝了几杯 醉熏熏在我耳边捣鼓 哥们 其实我得感谢你 咱们是互相成就 就别谢了 他白手 不 要不是你女朋友 拿着那段视频来找我 我们哪能有这么好的机会 七七团队巨难打劲 不知道他得费多大功夫 才能弄到那段视频 我有点猛 什么 等等 我一把拉住他 那段视频 是你放上网的 他点头 我恍然大悟 小华说的真没错 果然是七七的对头 但是 给他视频的人 我女朋友 他拍我的肩 兄弟 你真的走什么狗屎运 有柳如烟姐 这么好的女朋友 我呆住了 那一瞬间 好像周遭所有喧嚣都停止了 我只能在一团江湖中 困难地整理出端倪 是柳如烟 在背后帮助我的人 竟是柳如烟 我猛地站起身 就往外跑 我气喘吁吁敲了几下门 心急到也顾不上许多 直接用指纹开了锁 柳如烟看着突然出现的我 不禁恶然 沉静 视频 是你给诚之意的 我喘着气问 他有些惊讶 知道了 我点头 他沉默片刻后 小心翼翼问我 你生气吗 我心中一跳 立马摇头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你是为了替我扫除障碍 这个项目是我的心血 苦肉计我都能受 更别说一点面子 他好像松了一口气 是你果断抓住了机会 你们团队的操作 堪称完美 冷不丁被夸 我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突然脑中一闪 我又想到什么 红云资本 我没有向他们集团提交申请 难道也是你 我想起那晚他喝了酒 坐在露台发呆 三天后 我就接到了红云资本的电话 难道那天 他就是为了我去谈投资了 他顿了顿 我只是帮你把方案递了进去 是你的想法够好够成熟 他们才决定投资 成静 你已经用实力证明了 我没有看错 他们也没有看错 你值得这一切 我看着他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 成之意的那句话 这一刻我竟无比认同 我究竟是走了什么狗屎约 竟然遇到这么好的女人 他看着我 忽然深吸一口气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沉静 有一句话 很多年前就应该回答你 他的脸色渐渐泛红 我愿意 我有些不解 却见他从包里拿出一只 哆啦梦的玩偶 怎么有点眼熟 好像是我送给他的那一只 你那个同桌喜欢你 怎么可能真的帮你传话 他没好气的摇头 他把这个玩偶弄坏了 才交给我的 还是那天在露台你告诉我 你表白过 我才惊觉其中秘密 青色的声音传了出来 柳如烟 你好 我是沉静 或许你还不认识我 但是对我来说 你却像是一个老朋友一样熟悉了 我知道你想考北城大学 知道你一向喜欢挑战 知道你从不服输一身房子 说到这 我轻轻笑了声 我也知道你将来想去环游世界 知道你发呆的时候喜欢属星星 知道你喜欢哆啦梦 我知道许多你的故事 不过想到你对我还一无所知 还是觉得有点失落 所以 我会努力考上北城大学 努力走到你的面前 如果你愿意 或许将来我们可以一起环游世界 一起发呆属星星 我听到自己深吸一口气 有些颤抖地问出了最后一句话 柳如烟 你愿意给我这样的机会吗 这是我在八年前 问她的话 我心头震动 不禁抬起头看向柳如烟 她也正温柔却不失力量地回望着我 我的呼吸急促 心脏也开始不听使唤疯狂跳动 但是 我却感受到了巨大的幸福 正朝我狂奔而来 因为 她刚才已经回答了我 她愿意 八年前 就愿意